好了主播那么有网友在脸书呢帮忙朋友PO文说在高雄左营区的一家美髮店那么周四上午呢11点58分左右这一名穿白色上衣还有热裤的女子她上门说要烫头发那么设计师呢跟她谈好价钱还有商量好发型之后开始上卷加热三个半小时之后呢新发型大功告成原本执法变成一头卷发蓬松有形那么结果呢这一名女顾客起身之后却大步 快走开门离开那么坐在柜台的设计师呢在途中还喊着你还没有结账啊小姐这名女子回答我去领钱结果一整个下午没看见人影烫法费用四千多块设计师做了白工那么霸王烫法店家也是第一次遇到除了在脸书PO文之外也呼吁呢认识该名女子的人请她要来付款店家就不追究而如果都不来解决就会报警处理以上是目前最新资讯